特长的人 好 现在我们来给大家介绍比赛情况 也是可以说 经历了一些 有成敏 再碰一下 而且 衡量高低的一个标志 1对他来讲可能是15%或者20% 4分 3分 所以你这个差距并不大 那么有时候 最后呢你是输了 最后呢有一个人先把球调起来 谁的质量高 揭发球谁揭得好 控制短球谁控制的好 看的是概率 哪个球你都不能说 正好在手底下 所以这个 这个显出的质量 因为中国打球的人太多了 然后中国呢 开始有很多运动员练 国际平方球的技术上 是有突出贡献的 太短 扫起来 要稳一点 可是这样一来呢 它的准确性是高了 可是你的威胁效 现在5比5 第二局 15 个身位呢 就不好 一般的人中路都是用正 9比9 来短 所以看着是往上拉 实际这个球呢 是这样承起 你又取得了 第三局 第三局比赛的 实际有些球 你像现在这个状态 你需要的一个新的特点 过去呢 球呢 半长不短的 你摆肯定是 也就是我们说 手上的活很细 板呢 也是往后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自己也感到很遗憾 看来啊 这个 这边 起零 起零 现在反而陈起领先一分 从陈起的反手和王浩反手比较 比较来看 陈起比较顺 他握拍的时候 相对比较流畅 王浩就这掰着 拧着劲 所以难度就大一些 所以他往往手腕发力就比较 暴露出来反手指板横拉 到了中远台以后是胜负难断 看这个球 这样陈起在2比1领先的情况下 又赢了一局 现在现场为大家进行的转播 那目前来看 在男子比赛里边 王浩和陈起 是分在了首先步入决赛 接着中国小将郭月 是战胜了美国选手 陈起在正短这个位置 接发球还是有问题 一小胜为大胜 这个看出能力很好 这样的比赛就结束了 索诺夫和柳成敏的胜者 上一代是王浩 上一代的女子弹打冠军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稍后呢 我们在团体赛 中国男 谁能参加思维斯林辈的争夺 这场直播 关注体育频道 关注中国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